南加州长堤市唯一的百年地标建筑物 由于这老旧失修已经废弃多时 有一家知名的亚裔广告公司 经过三年的努力让老建筑物改头换面 变成了多功能的办公室 现在的百年古迹风华重现 也期望经由这个成功的案例 让更多人维护古迹 邀好友一起用力敲碎木头 宣告新办公室落层启用 走进办公室 挑高的空间设计 红砖墙壁 天花板 各种的管线 不加掩饰 原汁炎味呈现 白色长条的办公桌 采光墙 通风好 自身舒适的办公空间 让你创意无穷 可是你无法想象 三年前这里是一栋废弃的围楼 摇摇欲坠的楼梯 斑驳的墙壁 惊奇相比真的差很大 1905年新建 走过110年的岁月 长提百年古迹 透过华人的努力 现在风华再现 这个建筑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很有趣的历史 它本来叫做 Psychic Temple of the Holy Kiss 是一个教主 叫那个 就是信者 花10元 10元 来跟他接吻 这个就是一个信仰 百年古迹 经典故事历久不衰 亚裔广告公司 乔迁之喜 各界送来祝贺花篮 增添生气 其次 旅主人广告出身 创意多 对艺术更情有独钟 办公室设计 包装别具用心 甚至图书馆书架 找来台美艺术家 名家的金星木客 还加码奉送 旅主人的最爱 极美人 那个James G一个画家 请他来给我们 说一个故事 我跟我的狗 有一点形 就是形影不离 所以我就 他就看到了 所以他就把我的狗 画进去了 女歌手现唱 动听的爵士音乐响起 欢乐时光开始 楼下大厅变身成夜市 中式日式各式美食 邀请好朋友和员工 来联谊互动 旅主人抢救古迹成功 变身多功能 现代化办公楼 期待更多精彩的故事 和创意在这里 继续的发光发热 东西新闻 五中国英雄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